如今恐怖分子发动袭击的工具越来越简单化 春出多宗恐袭事件让人对简易爆炸装置仿不胜防 这种爆炸装置只需要唾手可得的一颗颗铁球和几种化学材料就能形成 首要媒体记者随着五级安曼爆炸专案小组在柔佛西加墨的一片空地 为媒体示范简易爆炸装置的爆炸演示 参与其中的还包括曾接到恐怖分子死亡威胁的政治部反恐组主任高级副总监拿督阿玉汉 首先测试的是水管炸弹 警员将装有800克铁球和化学物质的水管炸弹悬挂起来 并使用电能操作 只要按下控制按钮水管炸弹马上爆炸开来 即使记者身在爆炸处100米外的地方 不但能听见爆炸声 爆炸碎片甚至碰见到80米远和50米高 别小看这些碎片 它可是能够夺走附近性命的杀手 另一个测试的是让人闻之丧胆的汽车炸弹 警方将两公斤重的汽车炸弹 连同几种化学材料放入白色轿车的后座内 只要远程操控的爆炸按钮一按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伴随巨大的火光 人本玩好的车子瞬间粉身碎骨 炸成灰烬 爆炸碎片甚至能够飞溅到200米以外 足见汽车炸弹的夺命威力 眼见恐怖分子在全球肆虐 各地爆炸事故不曾间断 大马警方也不敢掉以轻心 我们来看车车车车的力量很重要。